畫面中看到橡皮艇載著民眾靠岸 岸上消防人員紛紛上前協助 將小艇拖回沙灘 6號凌晨金門一堆情侶 開著價值百萬的皮卡 到金湖成功沙灘上浪漫賞月 卻沒有注意到腳下的海水 正在漸漸逼近 直到兩人發現一樣時 車子都已經快要滅頂 於是緊急拨打119求助 消防派出三台救生艇 9輛消防車和25名消防員到場 兵分兩入下海救援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隨即由本局的隊員黃志忠 直接下庭游泳過去 將救生衣提供給這兩名 代救者之後 協同由黃源陪同他們 就步行上岸 而那輛價值百萬的皮卡 還是因為泡在海裡面 整輛報銷 兩人獲救上岸後 飽受驚嚇 還好沒有大礙 以上為您掌握消息